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故意的 翻套行动 现在投降 回到你的消灭仓去还来得及霸天狐 乖乖束手就擒吧 你有见过那个革命英雄会听你一个的话吗 走 走 走 刚锁 我 但赢了 我赢了 看看 我已到此一游 启程人们 全体集合 准备集合 这是我见过大黄蜂输得最惨的一次 买到帅 居然通过 软火 软火 震用 软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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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光手织刀 手电筒 旋转锯齿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大黄蜂会好起来吗 中卫会好的 脾胃伤而已 是吧 黑面神 我要把这根羽毛从他的尾部取出来 体弯 你来给我做助手 这是个需要圈圈圈圈圈圈圈 圈神灌注的手术 请各位都并住呼吸 你最好能以身作则 要是再往左偏一英寸的话 大黄蜂可能就很难 我是说手术很成功 就是这样 这次的逃犯名叫火羽 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的人生宗旨就是要打破一切规矩 对大黄蜂身上的羽毛有什么介绍吗 那是火羽的攻击力气 上面的剧毒可以损害受伤者的神经系统 但每个人的损伤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大黄蜂接下来会怎么样还不好说 我们暂且静观其变吧 嘿 我刚反应过来 大黄蜂养伤期间 你们都得听我呢 我们谁同意过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居然想让我听你指挥 看来火羽要破除规矩这事 还挺有道理的 你醒了 我们不用听铁腕的 对吧 我有信心可以胜任长官 当然了 如果你没受伤那是最好的 那 那 那有一个浑身亮晶晶的三翼恐怖怪 在哪儿 骗到你了 我骗 我骗 我骗到他了 我骗到你了 我骗到你了